因為後面的狀況就是 因為張律師當庭提出說要追加被告了 因為張律師的理由在法律上非常佔人住腳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總統府發言人張東涵就是我們的被告 你發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不可能就你單獨寫單獨就發出來了 那一定要有你的直接主管 還有上層秘書長的這一層的人的哪一個主管 最後面還有最大老闆總統的何可啊 你才有可能發出來嘛 是不是至少要文字就是電話記錄嘛 記錄說這個東西上面準許的什麼的 對你要有這個千層嘛 所以不可能是你一個人的決定東西 那所以呢如果這個新聞稿涉及到犯罪的話 那當然會有共犯啊 其他人參與這個新聞稿千層的人都是共犯嘛 所以我們就追加了誰我們就查了這個文件 那這個文件恰好又是對照被告律師提出來的文件 就是總統府發言人士的這個組成 這文件剛好顯示出他的主任是誰 所以我們就跟張律師決定說 那我們就來加告這個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有張律師負責啦 那因為張律師他有跟我們提到說他會做追加 只是我不曉得他的做法是當庭提出追加啦這樣子 所以沒想到這個追加的效果讓我們的審判長覺得是說 那他當然會先聽雙的意見嘛 聽完之後他覺得說這個恐怕不無道理 還需要再查證一下 所以他就是說這個案子今天就先後合辦 就不往下走了這樣子 近一點